明天收市後恆子貴檢會出爐 觀眾也在Facebook留言 Kelvin Lee想問幾隻股份的染藍機會 看你怎樣看 981中心,還有6823香港電訊 291潤啤,還有1658郵柱銀行 看看你怎樣看他們的染藍機會 291不是入了什麼? 無論如何,我很少去猜 我很少去猜 為什麼呢? 中心香港電訊有儲銀行 因為第一個原因就是,我覺得很難猜 你看到過去幾次,有些人覺得入到那些入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入到那些就入到 所以猜中的難度指數是高 第二,我反問你一句 就算入到,你撇除第一天或者第一個星期 究竟是不是這麼好處呢? 其實就不是的 反而入到很多時候都有一些藍醜魔咒 最經典的就是海底撈 即是跌到你不相信的 所以問題就來了 猜對又沒有獎 猜錯又沒有面子 所以我也不是很想猜 反過來,有些人說 其實我想推他 入到就會跌了 我覺得太進取了 所以我自己呢 比較少去猜誰會入到藍醜 反而你真的猜 不如玩哪一隻會入到港股通 這樣會有多些內地投資者 買得到的話 那個效益是會更加大的 根據我們的數據 第二就是 如果你不看基本因素 純粹是看哪一隻入到藍醜 而去買的 我覺得就更加高風險 任何的憧憬 只是基於基本因素 就是說 我本身基本因素已經很喜歡A股份的了 他接下來還有一些我想著出現的憧憬 這個是感上天花 但是不能夠倒轉 明明那隻東西我不喜歡他 不過猜有些東西會發生 我就買 那你猜錯又怎樣 我的錢很難賺回來 所以我會很小心 如果你剛才說了幾句的話 第一 981我本身就不太喜歡 其實市場上有一隻 湖台之山就是台積電 另外如果你說的是郵柱銀行的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16500 我們過去一年已經操作了兩次 每次都是五元買的 那現在回來了 都在說六個半 那就算他染藍 我先不要講機會 他還可以升多少 那這些位置才買下去 記住 銀行股是 受惠加息 受惠內地放貸等等 他不是印銀子的 他不是增長股來的 他一年的盈利收益 就算算是PPOP 都是10% 那麼短時間升兩成三成 我覺得有點誇張 所以我覺得郵柱銀行 在這個位置絕對不直播 那所以剛才所說的郵柱銀行 981 中芯似乎都基本因素 不是我杯茶 6823的你當收息就OK 但是升也是有個普 那所以 還有近日來的 升得也很厲害 因為大家喜歡收息股 短時間裏面 又不是很多的 是圖表的問題 只有層級問題 由10個六升到10個九 那所以我覺得這三隻 我都未必 未必會因為我覺得 他能否入到藍籌 而在這一刻去投資 反而我覺得 你有心力的話 應該研究一下 在今個星期開始 很多的藍籌 去到三月中下旬 有很多國企中資股 會公佈業績 你想想哪些會有好的業績 如果最近有回調的 你買下去 我覺得勝算 就好過只猜 究竟哪一隻會入到藍籌 好了